其实通用的电动车销量比特斯拉还高 你知道是哪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ldMarkets盘后解析 Gold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10号 星期三 我是Eric 今天ASS200指数小幅上涨 来到了6,857点 至于领涨的个股方面 ZIP又来了 今天暴涨了12.16% 收涨在了10.7澳元 涨幅第二的是NB1 他们刚刚公布了财报 营收同期增长了12% 12个月累计同期增长 都是达到了49% 虽然还没有实现盈利 但也离实现盈亏平衡不远了 目前他们的股价是收涨在了14.2 然后在我们Watchlist上面的一家APS 也是有着不错的一个增长的今天 价格收涨在了24.19块 这两家公司分别在大数据行业的上下游 都有着不错的业务前景 业务前景 今天跌幅最大是CIM 他们也是今天公布了财报 由于受到疫情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导致他们营收下跌了22.4% 于是今天股价也下跌了17% 价格是收跌在了21.56块 贵金属方面 黄金在昨晚的一波下跌之后 又迎来了回弹 目前报价在1842左右 走势类似的白银 目前报价在27.35左右 最近找我们聊比特币的客户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报价是46000多美元 这毕竟是风险波动比较大的标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的分析师联系 刚刚公布的中国 一月PPI为0.3%符合预期 一月CPI则为-0.3%低于预期 这两个数据一高一低 CPI主要是因为一月份疫情的小幅反弹 导致服务性的消费有所缩减 而PPI则是受到了大宗商品 尤其是国际油价的影响 导致了一个上升 另外晚些时候 法国的12月制造业产出环比 以及工业产出环比 也都即将公布 财报方面 今天推特、思科 还有Uber的老对手Lieft 都刚刚公布了财报 这几家公司公布了 每股收益都是好于预期的 然而可口可乐 然后可口可乐和通用汽车的财报 也即将公布 这两家公司在2020年的营收 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了中国市场的支撑 可口可乐在华是继续增产 而通用其实是进入电动车领域很早的 在中国其实有几个现金牛产品 是上汽通用生产的50mini 主打的是低端市场 销量甚至超过了特斯拉 市占率达到51% 不知道他们归属通用的利润 能够达到多少 大家可以进一步关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、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